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好像是FBI吧 就认为说他可能已经死亡 然后但是呢也没说怎么弄死的 是认定已经死亡 但是尸体也不知道在哪 也不知道怎么弄死 因为嫌犯拒不交代 那怎么能认定死亡呢 对我详细看了FBI那个探员写的那个memo 那个memo里面写的很清楚 就是说他的意思是我在这里面写的 也不是我掌握的全部实施 但是基于我已经陈述出来的 和我已经掌握的其他事实 我们认定张盈盈已经死亡 就这个事啊 我觉得有点咱们因为离美国太远了 我不太知道 按说呢华人在外国出事的 这些年不断的有一些案例 但是为什么这次张盈盈这个 哎呦就美国的很多华人都在帮忙找啊 而且一直蔓延到这个国内 最近一直在说这个事 为什么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他是这两年华人的这个意识觉醒 其实不光是张盈盈 之前那个我们那个两笔得案 就那个那个警察嘛 是吧 华人也站出来说 你为什么白人警察可以不处理 为什么一定要处理我们华人警察 就这这几年 随着中国人出去的也多 我们这个网络也发达 知识量也多了 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跟海外这个华人 华人华侨留学生打交道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华侨华人 已经发生了代际变化 就是说老一辈的 可能去餐馆啊 打工啊 然后在这好不容易 或者做点外贸吧 从那个衣物小商品生的东西卖出去 他一直生活在相对比较底层 可是现在这一代桥呢 是从哈佛从耶鲁毕业 他本身就是经营 所以已经在逐渐完成代际转移的过程中呢 对自身的权利有一个觉醒 尤其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帮助 非常典型 李老师这个事您看了这个案情的一些分析吗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案件 也在网上看了很多的一些消息和评论 我觉得他这个 就是刚刚格子说的那也是一个角度吧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案件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关注的 就是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如果他活着的话 我们的生源可能会能够挽救他 或者来帮助他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从美国的这个华人 到中国这么关注这个案件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说他怎么这么轻易的上了别人的车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他在这个评论上呢不太慎重 这个案件我觉得这个张英英很不幸 他遇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在犯罪心理研究当中 就是视为最危险的一类人 我们把它叫性猎 性猎人 就是他是为了性来猎取 捕猎的那种 对来猎取对象的 这种人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很不幸让他给碰上了 这个人是他那个大学同校的 好像是物理方面的一个助教 而且他在网站上 现在他们发现美国有那种约会的 还有人是约炮的 什么网站他的网站上填写他的个人情况 似乎是说他已婚 但是呢是开放 那意思就是我想找性伴侣 他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现在我也只是从我的一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他 就是我认为这个张呢 他之所以会上他的车 有可能是张来到这个学校以后 他在校园里应该是见过 因为毕竟是长相不一样的话 不同的族人他可能对 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是很漂亮的 应该说他是长得一看 对可以看看看看这个张盈盈啊 就是应该是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是从女性来看女性 我都觉得他是很亮眼的一个就是很青春洋溢 而且很健康的一个女性 所以我怀疑这个 感觉是好像很乐观的甚至是 这就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刑迹 公交车上下来 然后就上了他的车 然后就上了那个画圈的那个车 后来是FBI还是当地警方找到了那个车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这个所谓的助教 对 非常符合这一类的 我觉得这个案件 其实张的他的不幸 实际上是阻隔了一个很危险的 这种我们叫猎手或者说叫毒狼 他的这个女孩我认为应该是属于被这男的 可能已经扫描过了 然后那天他在路上正好就看到这女孩了 所以他就一下就把她选中 而且他有可能用了一句话 就是说我就是这学校的物理学助教 所以我认为这还是这个女孩能上车 因为他觉得是本校的 当然这是我现在没有根据的 但是我认为 您这是有根据的 您分析一点没错 今天第二次开庭的时候 已经明确的说 这个人已经观察过这个 是观察过这个张颖很久 并且认为他是一个理想型对象 所以这还是我的专业给我的一个判断 就是我当时认为这个张颖颖不会随便上车的 他一定是给他了一个信任感 而这个信任感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我是你同事 而且我就在去学校工作 那么他才会上他的车 如果是一个陌生男人 我认为他是不会上的 而上去以后他为什么车两次清洗 我认为张可能一看路线不对了 他就开始想跳车了想跑 但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男的就开始想要控制他 因为是认识 所以他是不能让他活着走出来的 所以这才是后边的一个危险的问题 为什么他警方判断他呢 而且我也认为他如果是真的活着的话 他一被抓他应该赶快说出来 如果他活着的话 我被抓说出来的话 那我不就没事了吗 对吧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显然这人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认为联邦他们得出这个结论 也是有一定的 当然他可能还有在车上发现的一些 这个痕迹物证 以及在他家中的一些 包括他的录音当中 按照您这个推测 这个人他是第一次干这个事 我认为他是应该第一次 今天的那个公布的说 他已经有了第二个目标 就是他也透露过他有新目标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4月份开始在这些网站浏览 这是第一个信息 然后这是他第一个做的目标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你看他让这女孩上车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经验的 此外他会在录音当中 跟别人谈这个话 这都说明什么 说明他不是一个老恋的杀手 对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国内 有些人不太了解 就是说一度也在批评 说美国警方怎么办事 效率这么低 早就怀疑这个人了 为什么好像还要放他在外面 但是也有人说 说是正是因为放他在外面啊 才监听到了他跟别 他跟警察一开始不承认 然后他是跟什么朋友 跟什么打电话 说我绑架了一个什么人 有段音频 有段音频被监听到 这才把他给拿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很多网友 不懂什么叫依法治国 这个依法 是真的 只有领导明白 我老提这个词 其实人家这个严格的 你如果去看FBI那个memo 严格的案程序 每天都在都在侦破 而且他是在警察的监控范围内 是跑不了的 我们现在比较倾向于 一旦发生一个什么事 全民都关注 我们警察必须当天得破案 或者说给外国人丢了一自行车 我们当天就得找得着 就是舆论对于供检法的干涉太大 我们习惯了这样 这个问题吧 其实我是觉得这么看的 就是说 就跟有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 双刃剑就是什么的 你要是雇了那头 可能这头就得牺牲 你要雇了这头 那头就得牺牲 其实法律操作也是这样 就是警察 有时候我们觉得 可能中国警察 警察怎么样 他实际上说 这个作为警察 他的职责是 能救一个救一个 可是作为法庭 他是能不错一个 就不错一个 就是不要判错 所以法律是无罪推定 当然在警察的性目当中 他没有无罪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任何人都可能是罪犯 所以他在怀疑的一个阶段 任何人都会怀疑 只不过就是操作上 比如美国他在911事件之前 他特别注重隐私 对吧 但911事件之后 他们法律就明确了 要缩小个人的隐私的范围 然后来扩大这个侦查 所以我觉得在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美国在不冤枉 这个人的过程当中 他的法律特别好 但是你看像这种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我明明知道 他可能还生存 我可能抓紧点 就能把他救出来 可是他这个程序问题 反而让你产生了一个阻隔 这个当时我看 所以我觉得这是双刃的 但其实美国警方 还是第一时间 去查看了这个嫌犯的房间的 第三天 对 他是曾经 好像说他那个家 离他上车的地方 也就十分钟车程 他有没有把这个张盈颖 就怀疑了 张盈颖关到他的家里过 这个谁也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现在就有一个怀疑 因为这个张盈颖 这个案子是联邦要提起诉的 所以这个还是有可能 照着一级谋杀来去起诉 但是在我来看 当时我觉得这种事情 如果当时一旦怀疑的话 只要有警犬 闻一下车 或者闻一下这个张盈颖的遗物 他至少警犬 是可以带一些方向的 所以您看那个过程中 就是说他详细写了 说哪一天得到了法院的授权 当天就得到了去搜捕 就是说如果他没得到这个 他去的话 根本这个案子到最后在美国 你就根本判都判不成 他太讲究这个程序性 对 所以说他们就有那么一句话 就是说 有一种叫宁可错杀三千 不可放过一个 还有一个是宁可放过一千 也不能冤枉一个 说是说在两者相权的情况下 说美国宪法最终选择了后者 就是真有可能 美国那个法律 现在那天我还跟一个 在美国多年的人跟我讲 我说为什么美国人那么不怕打官司 或者说在美国有些人说 没事咱打官司 他说美国那个官司 旷日持久 比如说咱有时候觉得明显说 说这打官司输了怎么办 他说不怕输 只要你有钱 你打多少年 先打着 而且最后往往也就是 没什么说法 就是他那个里边这种程序 所以他就说美国人 他说美国哪都好 法律哪都好 但是呢 有一个就是说 说美国那个律师 他说我跟你说 就是那个 像咱们过去清朝的时候 说那个宋棍 他就说他 一跟你打 就是跟台买卖一样 就是说 这案子我不收你钱 但是呢 我估计能打赢 打赢之后 你分我多少 就这么去打 辛普森就是 当年辛普森就说 是一天五万美元的律师费 就让他脱罪 所以他就说 在美国这种 你甚至于爱打官司 到什么程度 你是我朋友 你到我家里吃饭 在门口摔了一跤 然后呢 在我家 他说还吃完了饭 临走的时候 告诉你说 哎 我要告你 法院件 法院件 他没有给你告点钱出来 所以这个法律制度 跟咱们精神都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认为像辛普森 那个吧 是已经被害人已经死了 所以你怎么怕 你都可以去 为了让他的合法权益 得到保护 可是这个呢 是属于一个嫌疑 就是说 这个人可能在他手里还活着 所以这个反应 我更倾向于我们中国警察 我想这个案子 要在中国早就 早就把它弄清楚了 所以美国这个事呢 我们也离得远 也够不上 但是你能感觉到 就是他们反应 还是比较慢的 李老师 不愧是咱们警官大学的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当然这个让咱们觉得可怕的 就是您刚才讲的 这种独狼式的性猎人 您就认为 他又是第一次 那何以一个人 二十多岁的时候没干 三十多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想起来 要猎捕一个女人 就是这种性猎的这种犯罪人 他大多数都是二十五岁之后 二十五岁之后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种人 他智商虽然很高 但他这犯罪不属于高智商 就是说那天有一人就问我 他这算不算高智商犯罪 我说高智商犯罪 是他干的那活 一般人干不了的 才叫高智商 他不是 他是智商高 但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 他跟这智商没有关系 他是跟他的性有关 他这个性呢 我认为他可能是学物理的 就是说他在这个智力上很高 但是他在其他方面 他可能觉得生活可能缺少乐趣 于是他会上网 去看这些性的 跟性有关的网 那么这性有关他不是讲了吗 他喜欢日本的一些风格 这日本的风格 对呀 女性它是属于很顺从的 而且各种各样 他可能就觉得 这种性的东西做起来很有意思 于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去想找亚裔的人 他就想找这么一个来实现这个 那么他要在做之前 他是有幻想的 也就是说我们叫幻想 就是说怎么来做 如果我遇到一个 我当我要能控制他 他要顺从的我 我会怎么样 他是有这个过程的 于是他需要去补一个猎物 那您是不是怀疑 就是说他绑架了张燕影之后 有这个性虐待 对他本来是想做这个的 但是做没做成 现在不知道 我弄不好 我觉得他没做成 这女的已经死了 今天的那个庭审说 他有激烈反抗在他的房间里面 对 因为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观念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这个尤其真结 或者说 女孩子会激烈反抗 对很多女性 她在遇到犯罪 她都有一个反抗 完全下意识的反抗 她不像有些女性 觉得像这种事 那我只有顺从了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认为她可能在反抗过程当中 她就遇害 我一直觉得 就是说这个杀人 比如说对方这个女的反抗 就从来没杀过人的 很容易 很容易 它是一种什么呢 非常简单 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 最容易被杀呢 就是你喊叫 当你只要喊叫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上来都是掐脖子 而这个地方只要一掐住 一会就没事 你知道北京广播群 就是中国传媒大学 是去年还是那什么 就出过一个事 就有个男学生骗一个女孩子 说要拍什么片子 最后弄到一个地方 最后我看北京台那个法治节目都播 那男学生就是最后想强奸这个女学生 反抗就弄死了 但是你看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男学生 原来在网上有时候就经常暴露一些 就是什么我杀了谁 我什么这种语言 就感觉是有这个倾向 但他这个倾向 实际上很多这种男性 他的目的仍然是一种性的行为 就是说他是通过一种暴力的性 来得到一种满足 这种人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我为什么讲性猎人呢 他猎物猎物 他这个物在他眼里就是个物 然后满足的是他的性 他为什么要猎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暴力呢 是他要通过暴力 他才能达到兴奋 那我问您 比如说假设说碰见这种 如果女性选择了这个顺从 他是不是完成了他的性目的之后 就有可能放过这个女的 难说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虐待性的 然后这女的会惨叫 在惨叫的过程当中 他在兴奋的同时 就是这个过程 有可能虐待至死 所以非常可怕的一类犯罪 李老师很喜欢弗洛伊德的 这个精神分析 这一类的理论 不是分析 是这个这是一类犯罪 它是一类 我现在没有理论 它是一个类型 非常危险的一个类型 我其实想往回倒推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张颖颖 会上她的车的这个问题 我那天就想到说 如果开车的是一个黑人男性 这个张颖颖很大的概率是 你说她 她是不上这个车的 她当时一个是在赶时间 你看那个FBI那个 麦毛里面赶时间 另外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男性 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博士 这个相对给了她一个安全感 就是说我们 我们其实经常是在打这个标签的 就像刚李老师说的 有可能这个人也是在寻找一个亚裔的女性 这两者的这个 属于文化里面的互相判断来对上味了 她的这个年龄也对 你比如说我们谈到这类犯罪人 基本都在25岁之后 她你看27岁 也就是说在美国 她以前就这样 比如上世纪50年代 他们就曾经这个联邦调查 就有一个判断 说这个5000个没有破的案件 基本全是这类女性失踪 女人被嗨 她这个没有破的案件大概就35个到50个杀手 也就是说如果你抓不着她 她会一耳再再耳三做 所以这个案件 因为我们华人的这种关注 导致警方的重视 然后把她最后找到了 这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在哪呢 就是阻隔了这么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她是一类犯罪人 她这个里头没有任何 她一般要是开了头 只要没被发现 她就会做一耳再再耳三的做 而且她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因为本身美国她的那种住宅方式都是独门独户 所以她很容易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地方以后呢 这种情况就是很多女性被控制 她有的会控制一个星期 她才把你杀掉 她也有的是属于很快 有的就是刚才讲的 有的比较那个就是心脏稍微脆弱一点 或者什么 很快就容易导致死亡 还有的一喊叫 就我说她这种去摁 拿枕头去闷你 那么这种情况都容易导致 所以这种非常危险 这种性恋人她是精神病吗 不是 这种犯罪在我们来看是最危险的一类 她是正常人 正常人 而且都是 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知识的人 包括像有些医生 有些是搞艺术的 其实也不光是美国白人才有 原来日本有一个人专门就喜欢欧洲女孩 当时旅游的去日本的三个女孩被她害 也是这样 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富家的公子哥 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得到激发表达 她实际上就是她的主要目的 就想体验一个性的高潮 然后她要控制对方 不是那种恋爱的方式 她要控制对方 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 让对方去满足她 你看很多人为什么看日本AV 她也就是从这个行为当中 她得到某种释放 比如看到一些性虐的 满足她某种性幻想 她不找金女 对 但是我们看 我们不会直接导致这个行为 您要说她是个正常人的话 是什么使得她把这个幻想 或者这种欲望变成现实 其实她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本身就是要控制对方 甚至会导致对方死亡 所以她根本不需要什么正常人 因为正常人她可以做一些特殊的问题 就是我以前在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说行为异常不等于人的异常 曾经我说过这个行为异常不等于人的异常 为什么也要说行为异常人就异常 这我们很多案子就好破了 我们破的抓的人都是特别正常的人 但他做那行为的时候就是异常 所以行为异常不等于人的异常 第二人的异常不等于精神病人 也就是说他可以异常但他不是病人 你比如说人喝大了 他那状态就属于异常 异常但他不是病人 他毒瘾发作的时候 他异常但他不是病人 还有一些人格异常 他也不是精神病人 他也是异常 那您说像我们说这个沉默的高扬最有名的 那个人 那个里边塑造的那个人物 是有真实基础吗 会有这种吗 应该是可以说一个人 比如说我对心理学研究到一定的程度了 然后我去作案 完全有这种可能 就是他是一个正常人 他正常到了精神病的程度 这几种异常实际上在心理当中 是属于哪一类呢 是属于兴趣异常 就是只不过兴趣异常 比如有人喜欢蛇 有人喜欢虫子对吧 但是他喜欢的是兴 所以他只在这个问题异常 他其他都正常 但是他对犯罪成本 没有一个正常的常识吗 他认为他能够逃避这个侦查呀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有想法异常 只不过现在的我们的监控 已经很普及了 有的时候他犯罪人稍微不注意 他不知道哪有一个监控 但是呢就是说 作为犯罪人来讲 他认为他可以做的让你查不到 你看他洗车嘛 比如说我 我这一天到晚很多不正常的想法 远远地看到以前在武大的时候有个很高的楼 远远地看到记下哪一天炸了他 没想到去年真被炸了那楼 所有的案情在你心里都有 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这些想法异常 但是我们这想法异常呢 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没有实现 又比较怂嘛 那他们是怎么跨出那一步 没有实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在分析一些犯罪 我常常提一个观念 观念呢实际上是人行为的底线 但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什么是观念 其实心理学对这个词研究并不多 就是对这类现象研究并不多 观念呢它不是一个知识得来的那个 就是通过学习过程得来的知识 它就是在观到的同时形成的念 观就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就你刚一句话 可能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这个话就是随时而就的 并不是为了教育我的 所以观念呢 它可以在饭桌上发生 可以在生活当中 父母的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或者等等 那么也就有一个问题了 凡是缺少观念的东西 往往就是它在和成长过程当中 它的亲子关系是有问题的 然后最最重要的是 它的这个父母养育过程当中 可能言语交流是非常少的 比如上海林森号那个 就是很典型 它并不是多坏到哪 但是它当它看到黄阳 已经一步一步发展到危险的时候 它的那个过程当中 它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为什么 用它自己的话讲 它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它后来留给家里一封信 说你们要没事 要读一本书 家里要就这本书来讨论 要互相交流思想 对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观念的东西 是没有的 所以到那时候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这个人也是这样 什么生命啊 什么别人 他没有这个观念 他可能在生活当中 就属于我们都自己活得挺好 只要我长大了 我管我自己 别人我不管了 所以你看 他跟家人的关系 并不是很亲近 对吧 你看他可以跟一个女人 发生关系 甚至结婚 他还是对那边讲 我很开放 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底线 也就是说他智商很高 很聪明 但他缺少一个做人的最基本的东西 而这最基本的东西在哪呢 就在抚养过程当中 缺少一个唠叨 或者这种 就是随时而就的一种东西 应该是对他人的感受 比较冷漠的那种 这叫经历 因为我曾经说要加薪 要加薪 他为什么会在那瞬间 扎那么多刀呢 他实际上脑子里是没有想到 就是说交通事故 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决 你杀人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他没有这种东西 他只觉得我把他杀了就没有人知道了 这就属于他认为杀人很简单 那你觉得 这实际是缺心眼啊 他失去了对后果的评估 缺的内心的一个观念 观念就是说你在瞬间 比如说一个孩子掉到水里了 我跳下去救他 你问他你为什么跳 你说我也没想 我看他掉下去我最得救啊 这叫什么 这里他有观念的 那这个跟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系吗 比如说现在我们都说 这个社会都是原子化的人 对吧 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较不紧密 那以前我们都是这个叫什么 人情社会 宗族这个家庭的时候 你觉得那时候会少一些吗 我认为还是在于父母 你比如有些父母 他就话很多唠叨 这个唠叨 比如说他会说你这样做啊 咱们家人绝对不能干这种事 人活脸树活皮 人要有尊严 那从小在那个一个院里面 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了以后 他就对于这个尊严特别当回事 如果咱要是从小跟孩子讲 那是一条命啊 这可不能随便乱来的 你只要说过这个话 这孩子大了 他脑子就有这样印象 但你从来没有说过话 他什么命不命啊 那就没有这个观念 就您说的这种性猎人啊 就独狼似的 我又想起那个 咱们讲过那个白银案 对 是不是那种类型的人呢 他还 他后面作案有一段 有一点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他还不完全 因为我理解 他第一起案件 还是跟贫穷有关 就是他当时是为了钱 才做的案 作案之后 他得到了经验 他开始扩大他的范围 也就是说 我最开始进这屋是为了钱 但后来呢 发现女性也可以成为猎物 他才后来转过来的 而这个案件一开始 他就是为了 但是这个咱们就聊到 我觉得可以聊到 更深的一个范围 比如像李银河博士的研究范围 他有些人有性虐的这种欲望 但是他可以玩这个性虐的 这个游戏当中得到满足 叫虐恋嘛 但是像跟您说的 他这种他直接就要来真的弄死你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他那个呢 是在网上去找这个志通道合的人 然后他做这志通道合 也就是双方都自愿的 对呀 但是他这个呢 他不是那种 他就是想找那个异族 比如说他对亚裔感兴趣 所以他在网上呢 他没有通过这个方法 他不可以找一个也喜欢玩这个的 亚裔女生 大概是他没有进入到这个领域吧 我觉得这种人是不是一般会 多数少少有点社交障碍 比如说真的很喜欢这个亚裔的这个性体验 可能是他找不到一个亚洲女朋友 他有时候这也有一个机遇的问题 就是说包括我们研究犯罪人也是这样 他最开始犯罪 他可能并不是完全是这个目标 但偶尔遇到以后 他觉得这目标比他原有目标更有趣 他才开始扩展他的目标 我觉得那个里面写的比较恐怖的一点 他开车经过这之后 又绕了个弯回来又找这个女孩 他已经看到这个 对 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女孩必死无疑了 对 其实也有一种临场偶发生的因素 就是我们家动机转移 也就是他最开始是这个动机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另外一件事 然后这件事给他一个体发 他开始转成这个 以这个为主了 那么像这种人 比如说假如真找到了一个玩这个的性伴 是不是他就不会去走向杀人 这只能假设的 如果这张假如说 他是个 就是在这方面就像妓女一样 他不在乎的话 他可能还死不了 好 好 好